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放轻松 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眉头也放轻松 眉间的肌肉 也跟着放轻松 鼻直嘴巴 两边的脸颊 都放轻松 颈部 两车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十指手指头 统统都放轻松 胸部 腹部 肺部都放轻松 肺部都放轻松 腰部 两个脚 大腿 小腿 十指脚指头 完全都放轻松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 调得刚刚好的话 就会感觉 好像我们正在穿着 柔软的衣服一般 感觉我们来解释几乎 我们的内心 是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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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这样想象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身体变得更轻, 当呼吸的时候感觉更顺畅, 我们就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身心的舒服感, 似乎看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当吸气的时候感觉我们把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那些轻松宁静的感觉把它吸收进来, 让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轻松,舒服, 呼吸的时候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摇护感都排出来, 让体内只剩下细细腻腻,舒舒服服的感觉, 呼吸的时候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 感觉我们来解释看看, 现在我们坐在三顶里, 那边只有我们一个人, 正在坐着修夕, 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 既然在这个地方只剩下这些一个人,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念头, 画爱, 暂时, 放下, 请就会慢慢回归到体内, 接着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 收舒服服服的把心安放在舒服点上, 每个人的舒服点可能不一样, 虽然我们知道身体的中央处是很重要的地方, 不过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心, 如果直接把心安放在舒服点身体的中央处, 会有一点面前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那么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舒服点上, 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外面, 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前面, 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里面的某一个部位, 有的人身体的中央处就是舒服点, 我们感觉哪里舒服, 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里, 心就会慢慢宁静静静静下来, 当我们舒服服的做, 心就会感到满意的, 满足的, 然后心就会慢慢, 宁静静静静静静来,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 轻轻松松 舒舒服服 把心安放在舒服点上 让心慢慢的沉淀 变成清静的心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轻轻松松 舒舒服 Sab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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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笼罩我们的身体,再夸张,扩大,能够笼罩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盗悬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了,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接着我们就为自己祈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发生的家庭, 有清净的生活意,终生醒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做,愿我们就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 愿我们生世世的宇宙。 愿我们生世今世世,不得标准, 愿我们更为彻象足够的犯看成。 只要日正得内在的发生 然后我们就发今天 所思的功德 供养给 每一准 正得的正觉佛陀 每一准 去之佛 每一准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的 每一位法生法门导师 有龙虎祖师 龙帕他们才有 法圣师父 真老奶奶 等等恩师 接着我们就讲 今天所修的功德 为相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 为相给我们 曾经冒犯的众生 然后就请大家 各自发为善的愿 请不吝点赞 健康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必先分享简报 这个故事是纽天神照顾大家色准备 是在清典在法剧经 然后有一天每天大家色准备是一个大长老的阿罗汉 他有一天他去打坐 然后他打坐连续七天就是入场定 当他出场定他就考虑一下用这个 发言考虑一下今天谁是很有福报的人 能够有机会供养他 因为如果可以供养刚初定 刚初禅定的修行人 那个人呢会有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 刚好大家色准备 考虑就有出现一个女生的画面 一个女生的后面 那个女生的后面他的举业是照顾稻田 然后大家色准备就用法眼观察一下 所以他如果大家色准备到他的家前面呢 他会有没有起信仰心 就知道他会起信仰心 然后他就想把食物来供养 这样的话他就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 当知道这件事情大家色准备就化缘到那个女生的家的前面 但女生这个他看到大家色准备 他也有很多福报哦 他就想哦今天是很好的机会 大家色准备来到我的家前面 让我可以修很大的功德 他就准备一些饭 因为他刚好煮完饭 就将饭要来供养大家色准备 当供养完之后他就发愿 愿我们呢 愿我能够 能够使我明白究竟的真理 大家色准备就祝福他 愿你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呈现 然后大家色准备 不过晚就离开 那个女生他很发喜 他就找到他要去工作的稻田 刚好刚好有一个毒蛇出现 然后他不小心就被毒蛇咬了 然后他就往生 在他临终的那个刹那 他很发喜 所以他往生就准备到到立天 第二层天界当天女 然后当天女的时候他就用 天眼观察他来当天女的 原因是什么 就知道只有一个功德啊 就是供养 刚刚供养大家色准备的功德 他就想我这一辈子 只有修一次的功德啊 让我们可以来到到立天 可以享受那么好的福报 所以他就希望如果只有一次修功德 可能功德不够不稳定 在到立天享受的时间可能不久 他就希望我们应该继续行善 修功德那功德 多一点才可以在到立天 我的更久 他就决定继续做善事 使福报能够持续下去 他就化身为一个牛身 到大家色准备的流房的前面 第一天就来打扫 然后准备水 水壶啊 准备水 大家色准备第一天 早上 出来 把门出来 就可能是有三米来照顾他 然后第二天也是这样 他就以为是三米来照顾他 然后第三天 那天 大家色准备比较早 来打坐 刚好 天女获身为牛身 来打扫 大家色准备就看到光 就说 那是谁呢 有时候就说是我 我是你的信徒 你的信众 然后他就没有说 因为我前几天 前几天 我有供养你 供养您 食物 然后我往生被毒舌摇 往生 准备到道理天 我就考虑 想把功德做得更多 让自己的福报更稳定 可以再到略天 活得更久一点 大家色准备就问 那前天跟前两天 也是你来打扫 跟准备水给我是吗 天女就说 是的 是的师父 大家色准备就说 那从现在开始 你就离开吧 然后就不要来了 天女就说 师父 让我可以持续修功德吧 让我可以修功德 让我的功德更稳定 大家色准备就说 你不听话 你不要让我被后来的生团 后来的生团 说 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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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色准备有天女的年轻的天女来照顾 你离开吧 因为当 阿鲁和尊者 这样讲了 天女就不能 到哪个地方 要离开 她就哭 离开说 师父 不要毁灭我的福报 希望 您可以让我持续修功德 刚好 刚好佛陀听到 天女的声音 佛陀就 放光 安慰她 说 天女啊 保护 六根 是 大家色准备 应该要做的任务 至于 知道 什么是行善 然后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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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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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田的女生 他有人的落身 他就有很大的机会 虽然他生活比较贫穷 但是他有无限的机会 可以修功德 物施直接静坐 他刚好有机会供养给大家设准者 他就会以道道立田 我们也是这样 每天还有人在落身 每天早上起来 还好 还有呼吸 每一天就是我们能够修功德的好机会 希望大家尽量把这个机会每天积极修功德 不管是不是直接静坐 让他更稳定 让功德更稳定 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每天就是大家极想的每一天了 今天晚上我先分享给大家到这里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长寿 游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财物 如愿圆满 祝福大家晚安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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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